因为美国方面似乎在马歇会 受到了什么样的特别气味 他们掌握了什么样的特别讯息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将重兵部署亚太地区 这是一个真实的最新消息 登上航行于南海的美国罗斯福号 航空母舰视察的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他说 我们正对我们的行动计划及方式 做根本性的改变了 以便嚇阻中国侵略 实现我们对台湾的承诺 保护盲邦以及针对该区域较过去 比过去可能就是台海危机之外 更为广泛的意外事件做因应准备 才能有可能是南海问题 另外美国将把最精良先进的装备 部署到亚太地区 包括了什么呢 投资太空 网络 飞弹防御 以及电子战的设备 而国防部长还特别强调说 其中有一些令人吃惊到 我真的不能在这里说 显现他们现在对于在这个亚太地区 已经有相当的某种警觉性 有什么样的事情要发生 在这里我们来了一位政治评论员 陈破空先生 他是促进中国民主运动的人士 也是美国曼哈顿国际商校的校长 陈校长 从这个迹象看来 其实中共方面始终没有放弃武力 对不对 不管是侵台还是对于整个的 国际社会的某种程度的侵犯 没错 现在中美之间面临摊牌的局面 中国的一切军事行动 在南海 在东海 它双向的出击 它不仅仅是针对周边这些国家 不仅仅是针对日本 它实时上也是针对台湾 我在两年前写过一本书叫 《假如中美开战》 其中我说到说 中国夺取钓鱼台 有多重目的 除了你的石油 天然气 除了跟日本争一个战略位置以外 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取得一个桥头堡 进攻台湾的桥头堡 濒临城下 那么今天中国在南海所做的这些事情 深入南海中心建人造岛 不仅是针对菲律宾 不仅是针对越南 不仅是针对这些周边国家 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针对台湾 我们想一想 如果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取得战略优势 来一个濒临城下 对台湾实际上形成了两面包抄 所以现在我可以说这次马席会 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 美国不高兴 美国对马席会不高兴 表面上有个外交辞令说 我们欢迎台海地区任何降低紧张 或者是实现和平的一种努力 但是他留了一个口风 留了一个余地 美国的这个发言人说 但是我们还要看这个成果怎么样 我也在多年前的一个书里面 写过中南海后会学 说过美国对台政策 对台湾海峡的政策 实际上是两条底线 一个是不要走太远 一个是不要走太近 走太远就说 美国他当然不希望 台湾马上这个宣布独立 这样的话恐怕台海爆发战争 美国被迫卷入 美国暂时还不想这样 但是美国也不希望 两岸走得太近 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看到 这几年动向是什么 这几年动向就是 整个国际社会 对红色中国是一个包围 是一个围堵 在美国重返亚洲 这个联合亚洲国家 对中国构成一个包围 而在经济上有经济北约 TPP 在经济上围堵中国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只看到一种现象 就是由国民党执政的台湾 在表面上好像在走进 红色中国 这是一个唯一的战略缺口 美国围堵中国有三条岛链 台湾是第一岛链上的 一个重要的一环 那么如果台湾跟中国 过于走近的话 就是相当于在国际 文明世界的国际联盟上 一个联盟上 打开一道缺口 所以说这次马席会 就有这样的迹象 除了其他我不谈 说马席会怎么被矮化的 怎么是背叛民主价值的 最重要的就是 美国从心理上不会高兴 所以但是这样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如果马英九在清中 蔡英文在清美 那么美国老现在已经心里有数 那么美国在明年的大选中 会支持谁 我想这个是一模了的 所以在这个亚太地区 逐渐紧张的关系当中 我们还能够清呼马席会 所带来对台湾的后果吗 我们现在也要立刻连线到 人在美国的另外一位主持人 彭文正彭P 我们要来了解一下 他对于现在在美国 瞧解的一些观察 对于朱立伦到美国去 到底现在瞧解 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黄老师 金鱼好 还有所有的来宾观众朋友大家好 明天上午台湾时间 11点最绿轮 将在洛杉矶台湾人 聚集的 Ben Gabriel 跟侨胞见面 第一点就是 昨天我们电话联系 有清律桥社台湾会馆基金会 举办活动的这个地方 叫做Hilton 谢尔顿饭店 那么在洛杉矶桥界 可以说是蓝绿壁垒分明 这几年蓝销绿长 特别是马席会后 指引持这个绿营的侨胞功能大增 这个谢尔顿饭店 是来自台南的侨胞开的 会场可以容纳70桌左右 昨天会场是充满了 马英九下台的声音 明天的会场 又有朱立伦动算的声音 对比鲜明 这就是政治 不过现在看起来 桥界蓝绿分明的状况之下 可是我们之前也听到 一些挺蓝的群众 有一些因为挺住的关系而反朱 所以可以预期在这个 一片朱立伦动算的声音当中 会有一些可能出来搅局 会是抗议的吗 好 至于明天会场 会不会有人抗议 很难说 我特别访问了 在LA桥界曾经力挺红瘦柱 并且开具者会抗议换柱的 吴带玲小姐 我到番头快来记不记得 她说呢 她在这个朱立伦防明 这个活动当中 她并没有正式的被邀请 但是有人私下询问她 会不会参加 她说呢她不参加 她讲说她说 现在美国的泛蓝的桥界 大家都已经接受换柱 这个朱下朱上的事实 她说政治形势顺习万变 我quote她的话 她说许多坚持已成无奈 好 另外有一个插曲是 昨天江仪化在北加州的 New Peter华侨经济文化中心演讲 现场大概有300多个人 这场演讲的主办单位 是听国民党的社团 包括了旧金山湾区 中华民国国庆委员会 北加州大专校友会 北加州的台湾工商会 北加州的中文学校联谊会 跟北加州的中华起因联合会 在这个会中有一位女士 她举手发言 她比较大声地呛问江一话 有关国民党政权的司法贪腐 现场开始有人鼓噪 大概有七八个人在场人士 就围住这位女士 开始去拉扯她 阻止她发言 把她偷出会场 中间有一些肢体上的冲突 当地的Milpete的警察局 在十分钟之后赶到现场 那有道案去询问这个女士 是不是要提出刑事的告诉 马锡会后蓝绿的冲突 在桥节升高 到达这几年来的最高点 因此明天朱立伦 会不会有类似冲突发生呢 以这个将一化 这个现场的抗疫情识看来 似乎机率比以前要大一些 至于青绿的社团 有零星的人被邀请 去参加朱立伦伦的会议 但是目前为止 他们都表明不会参加 但是会不会有在江西 住过一千一百年的 像荆轲这样的人会去呢 我就不知道了 好 谢谢彭铭在美国的观察 好 明天持续 请您带来几新消息 当时我们要带你来看看 其实美国一直有一个 叫做News Lab的一个很有趣 他们就是用搞笑的方式 谈政治的节目 其实在日本也有一个 相当于那样的一个节目的节目 我们现在要带你来看一下 因为在谈到马锡会的时候 NHK的这个节目叫做 简单明了世界的现状 这个节目里面怎么直言呢 说马锡会是国民党VS中国 并不代表台湾人民 习近平就是要统一台湾 马英九就是为选情 为个人的历史定位而已 我们带你来看看 这样的一个节目里面 谈得非常的有趣 你看没有 国民党 民进党 民进党在警戒 国民党在这里握手 历史性的会谈 他们各有各的盘算 好 我们看下一页他怎么讲 刚才可以在节目中 清楚的把国民党 为什么来到台湾的历史背景 做了一个陈述他们直接点名说 国民党当年是打不过共产党 那么不得不才到台湾来的 然后甚至还反奉说 逃到台湾的国民党 就犹如是外星人登陆地球 因为他们是用了日本的字 叫做将领 无所不用其极的在这边 针对台湾的本省人 那么做一些举动 这些举动里面 他其实比较清楚的表明的部分 就是说靠着金钱的优势 来控制台湾 这些让权贵来决定台湾人的命运 那么造成了这次我们所看到的 马协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但真正台湾人民的声音是什么呢 NHK就拿出了台湾年轻人 所认同感的这个民调里面 59%的年轻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 但NHK的这个调查里面 也有34%的年轻人觉得 自己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 看来在外国人的眼中 两样的矛盾 大概不是马协会能够解得开的 但现场我们看到NHK的这个节目里面 就有来宾说 那么为什么会有34%的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呢 这样会不会太奸诈了一点 结果这一位呢 驻中国大陆的这个日本的这个特派员 他特别解释说 因为对于普遍的台湾人心中 都有一种对于对岸 可能会对台湾动武的一种恐惧 所以对他们来讲 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这样的一个回答 会让他们普遍感觉比较安全 前生你怎么看 这样NHK这样的一个解读 我这次刚好带来一本新书 叫全世界都不了解中国人 我本来书名呢 在香港版叫做不受欢迎的中国人 到台湾呢 只有这个书名稍有改动 那么我其中提到一点就是 究竟谁想当中国人 中国的高官 把他们的家属 子女财产 都转移到外国去 纷纷转移到国外 包括习近平两个姐姐 都是澳大利亚籍 那包括中国的首富王健林 跟习近平家族有千十万里的 正商关系 全家勾结和这个官商勾结 那么也就是说 这些高官都不想做中国人 他们自己都不想做中国人 他们给下一代和再下一代的准备是 大萨江青 硕属搬家 他们认为他们是一个王朝 而中国历史上的王朝 最多是维持三百年 或者是像明朝 唐朝 清朝是二百六十七年 那么今天的红色王朝 绝对不可能维持那么久 那么另外 中国人想不想做中国人 习近平提出一个中国梦 我后来研究了一下 中国梦就是移民梦 中国人都会削尖脑袋 想尽一切办法 钻到外国去 只要有机会 哪怕是移民 留学 婚恋 偷渡 或者是旅游 滞留不归等等 都会出去 所以今天的中国人 全世界都是 所以我就讲 这个在全世界形成了一个印象 那我就想说的是 中国的官员不想做中国人 那么奈何普通的中国老百姓 如果连中国人都不想做中国人 又奈何台湾人和香港人 那么看了台湾人和香港人 在去年的香港人的战忠和雨伞运动 后来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和反克钢 这些所体现的是一种身份认同 就是台湾人认为 他们是台湾人的比例非常高 认为是中国人的比例非常低 我想一个新的认同 就是价值认同 价值联盟 普世价值 在起一个足心的作用 就是对台湾的年轻人和香港的年轻人 而年轻人是一个国家的未来 那么这次马锡会我觉得是有点加班加点的感觉 就是说一个要下台的政府 一个要被轮替的政党 在走之前加班加点的 好像想把台湾打包来交托给中共 而中共那边也在加班加点的 要在趁国民党下台之前 或者说一个政府轮替之前 加班加点的在接受一个红利 这个红利是中共过去八年或者十年 唯一的外交成就 中国的外交成就是一片的倒塌 一片的这个包括这个习近平访美的失败 后来美国军舰开进那个人造岛12海里 让中国大丢面子 说在这种时候习近平需要拉住台湾 如果说台湾有太平岛在南海中心 中国有那个人造岛 在那边互相侧应的话 那对美国的联盟是一个瓦解 所以这个时候习近平他的需求 是给他外交上树立一个成绩 而且内政上现在有非常大的困难 上海发生那么大踩塌事故 他只能处理到区级官员 处理不到四级官员 上海今天大爆炸 他只能处理到区级官员 处理不到四级官员 证明他的权势非常有限 他受到政治老生各派系的牵制 他当那么多的组长 也就是为了扰开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来施政 所以这样内政外交双重困境下 他是要把马当成一个他的救命稻草 当然倒过来马恐怕也把习当成救命稻草 我想这个但是不可能改变两岸 或者说台湾一个主体民意的根本格局 所以我们更进一步的来看一下 日本的媒体对于马西会的这样一个解读 明显你可能要代表国民党来做一下解释 我为什么要代表国民党 因为你即将要上任了 来日本经济新闻说 明年一月投票的是 台湾总统选举 将会是台湾选择日本 美国还是中国的分水岭 独卖新闻说中国企图离间台湾 和日美的计算 这个是展露无遗 而产经新闻表示说 不能忘记中国为统一台湾 不惜使用武力 对国际社会宣布放弃对台用武 是先决条件 如果中国真的想和台湾 建立所谓的和平关系的话 刚刚陈校长一句话 我不能认同 他说为什么现在国民党在加班加点 就执政党最后趁着这段时间 要把台湾打包交给大陆 这是我无法认同 这也不是国民党的政策 台湾有民主制度 台湾人用选票选出自己的政府 自己的总统 自己的县市首长 自己的民意代表 这是台湾的民主价值 不可能被打包 被出卖的 这部分台湾的未来 由台湾人自己决定 这部分我要先讲清楚 至于说路线的选择 我这几天国民党 至少还来执政 我跟总统府 跟国民党内的高层 其中有一个高层 谈到最近的统独争议 还有包括红秀柱的一庄统表 引起了这些统独争议 他提到说台湾人 就是要自己当家做主 现在根本统一 没有条件 未来如果大陆只选省长 只选你们的国家领导人的时候 或许到几十年后 再来谈 那现在说台湾内部主张统一的还是极少部分 部分的人 所以我提到这个国民党的高层 谈到说那些统促党 说要现在主张要立即统一 气到敲桌子说 你山东好汉 你山东汉 你现在就直接搬回山东去住 你就放弃中华民国国籍 看看你搬回去山东住 有没有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说主张 现在立即统一 现在立即台独 都是少数 而且我觉得台湾内部 现在统独正义 我觉得台湾现在就是要多元包容 你有主张统 也有主张独 我觉得这要多元包容 国民党现在虽然内部有很多声音 可是国民党声音还是要以本土价值为优先 你主张统一的虽然是内部的 可是就像我过去一直论述 民党内部也包容台独的力量 可是你估宽敏 就是不可能代表民党出来选总统 出来选党主席 你主从之间主体跟你的你的那个旁边 你主从不能颠倒过来 统一也不能 不可能是国民党价值 至于美国路线跟大陆路线 你要现在朱连人去访美 代表他跟台北关系 还要微步 两岸关系 马锡卫也代表国民党 美国两岸路线 这三角关系 还是要维持一个平衡的军事 我回忆三点 我回忆三点 第一点马英九说过 他说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